來看一下這個樂透的這個錶單怎麼做 那秀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它這個 大概長這樣子 那裡面關鍵點先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設計個錶單 大概就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個先把介面做出來 第二個再去撰寫它的程式 所以你不用急程式要趕快寫 你就是把介面先做出來 那這個介面裡面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 開講順序冒號這個是標籤 就大A那個 有沒有大A那個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標籤 那這個的話什麼 這個是image 就是叫圖像 在那個工具列裡面有一個圖像 那我們拖拉第一個 它的名稱預設就image1 image2 一直到image7 那這邊再做一個button 做一個command button 就是那個命令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我的習慣是這樣 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然後再調整大小 接下來我把這個name改一下 我習慣這個 但之前要home 現在叫樂透 lotto ok 就改一下名稱 因為樂透 大樂透 所以把名稱改一個lotto ok 好 然後再來其他外觀不改 caption改一下 因為我希望在這邊 大樂透開講程式 所以把他的caption屬性 改成 這邊 ok 所以改一下 那大概兩個地方改 底色我就不改了 接下來的話 利用大A拉一下 上面加上開講順序 冒號這幾個字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有沒有拉一下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複製一個就可以了 那這邊 裡面點它一下 看一下 這個caption 開講順序 好了 顏色自己定一下 我大概就自放大一下 顏色改一下 再複製這邊 把他的名稱改成特別好 再來這一個是怎麼產生的 這邊有一個圖像 按下去 拖拉一下 好 那大小的話 你就自訂一個 我這邊大概高度 其實大概你也不一定跟我一樣 我高大概42 寬度的話 大概就是54 好 這個數字不是固定的 你大概就取一個 大概的中編值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的話 你乾脆就是做一個之後 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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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拖拉一個 不過他會跟你要一個 像sauce來源 主要在picture 那當然你可以在他的根木屋裡面找一張圖 所以這個 這邊 ok 反正就是大概這樣子 然後總共會有六 七個 六張 這個是image 1 image2 這個是image7 1到6 7 最後有一個開獎 開獎的話呢 我這個名稱沒改 我這也叫comment button 因為好像點兩下就可以執行程式了 上面的字大小改一下 底色改一下 這個怎麼改 我想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 自己喜歡的來改 利用一個comment button就ok了 這裡我想各位先 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做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如何讓他可以執行 按 開獎 他就可以變換了 或者是說 甚至你執行的時候 一執行就直接 執行按鈕事件了 他第一次 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組了 你就不用按開獎了 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表單的部分 先建立起來 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 圖有沒有存在 那因為我們樂透 這個 因為我才搞不清楚 那個樂透彩跟大樂透 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google一下 我找半天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那個 因為樂透彩是1到42號 那大樂透是1到49號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google找一下 奇怪 好像也找不到答案 所以我們這個球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就42號 因為這個範例是樂透彩的範例 那我找一下樂透彩 怎麼又找到大樂透去 樂透彩是到49號 會多7號 所以 第二個範例 要不就是再多個7個球 如果這個7個球 你自己要網路上找一下 應該也是有的 或是幫各位抓了42顆球 所以我們這個練習就要42顆就好了 就1到42 好 那如果要在1到42裡面 亂數抓7個球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這個表單裡面的話 那當我按下它 它能夠跑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三個階段理解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產生亂數 那亂數呢 剛剛有講過了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剛剛的那個程序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儲存格上面 你有地方可以直接放在這邊 有沒有 那就是第二列到第八列的B欄 那可是問題 其實在以上VBA的優勢就是說 你要放資料 它很多地方可以讓你放資料 但是其他的語言 像這個是 像VBA裡面的那個表單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放在儲存格 不過一般寫法是這樣 如果你不放在表格裡面 通常會放哪裡呢 通常會放在正列裡面 所以前面有教過各位正列 那這個正列的話 用到的機會其實也還蠻大的 但是如果你將來實在是不喜歡用正列 你還是可以把它丟到儲存格裡面 再來存取 也是可以的 這個好像上個禮拜 我們有講過那個排序部分 它的觀念是雷同的 那不過我這個地方 一般是用正列 那我們就用正列 宣告一個正列 名稱叫做getp 比如這個名稱 後面的話有個6 6指的是0到6 所以有7個號碼 所以6剛好就是0到6 剛好7個編號從0開始 接下來這個表格就重複 這個跟剛剛一樣 那randomize 這個randomize可加可不加 不過一般是最好是加 這個randomize是什麼 指的就是說先把亂數產生器重置一下 因為怕說這個主要是配合rnd函數 rnd是一個亂數產生的函數嘛 那如果你randomize就是重置一下 不過我感覺好像有加跟沒加 它還是會今天差異好像不大 所以這裡加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 跑7個亂數 7個亂數我今天希望是1到42 那規則一樣 分別放進哪裡呢 放進它的0到6 總共7個號碼 那當然你可以一個一個慢慢放 不過這樣寫有點不符合那個 應該是讓它少一個0 比如說我要7個號碼就是 應該是 我會把它註解掉 就這樣寫 0 1 2 3 4 一直到6 各產生一個亂數丟進來 但是你這樣寫 其實 最好是寫成下面的 因為感覺上會比較精簡 那下面的部分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0到6 應該懂的意思吧 0到6 然後呢 就把那個 i 放在這個 get p 裡面 這邊有個 i 的變數 然後再產生後面的這個 這樣的話它就跑跑跑 幫我產生了7個亂數 產生完之後呢 但是會有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重複 好一樣檢查 這個邏輯跟前面一樣 我就把第一個先抓出來 跟它的後面的比 所以加1到最後一個 如果相同的話 那就rnd又跳回去 它又重新再產生 再檢查 直到沒有重複為止 這個邏輯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一個是放在儲存格 一個是放在正列 所以這兩者你可以再比對一下 因為這個如果你能夠清楚的話 以後你就很輕易的 你想放正列就放正 你想要放儲存格就放儲存格 好 第二階段應該也沒問題了 第三階段什麼 圖要載入 可是問題 我們這個圖要載入到哪裡了 這個 那這個它會 那這個怎麼樣載入圖 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你直接在設計模式裡面 它有個Picture的屬性 點擊它之後的話 你去那個 我們的路徑給它 比如說這邊 我先把它 因為它這邊編輯一下 我把這個路徑給它 你可以在設計模式的時候 開這張圖 它這張圖就進來了 這邊 我說第二張 點擊 2 有沒有 你當然可以 設計模式呢 就給它圖了 那如果你要變更它怎麼辦 非常簡單 直接利用 這邊有一個 比如說我第一張要變更的話 我就直接怎麼樣 點Picture的屬性 但是後面特別注意 後面呢 我必須用一個方法 叫做Low Picture 那Low Picture後面刮弧 告訴它路徑放哪裡 那因為呢 我這一張圖的路徑是放在 跟這個檔案 就是這個工作部一樣的路徑 所以Low Picture 你可以用Low Picture 點Path Low Picture 指的是我們現在這個工作部的 同樣路徑 那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幫你產生什麼 產生剛剛那個路徑 這個 按右鍵 編輯 就這一個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 就等同是Low Picture Low Picture 但是問題 它後面少一個斜線 斜線是指的是裡面的根目錄 那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圖檔 圖檔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副檔名是JBG 因為這邊沒顯示出來 那圖檔的名稱 1我也叫1 2我也叫2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 可以跟剛好跟那個 亂數產生出來的 這個名稱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把亂數放進來 然後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加個斜線 這個斜線如果沒有加的話 會找不到 然後後面的話 and 加一個什麼 點JBG 是副檔名 OK好這樣的話呢 就一張張幫我把它載進來 所以我這邊設一個中斜線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已經產生的那個 六個號碼 在正列裡面 那正列怎麼看喔 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 確定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就產生了 不重複的七個號碼 有沒有這幾個號碼 那你可以用監看式裡面 看到這七個號碼 好它幫你放在這個 getP的正列裡面 總共會有七個號碼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Low 那這個路徑 如果你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按Ctrl G 就是剛剛我們 即時運算的視窗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說將來 你想要知道 我這個list workbook 我不知道這個裡面 到底放什麼 那你可以Ctrl C 加一個問號 空格 Ctrl V 貼上 Enter一下 它會告訴你是這個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我剛剛的路徑 然後面加一個斜線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取得 那個東西的話 那就是這個39 所以它是39.jpg 這個時候它就會去路徑底下的39.jpg 你必須把這張圖放到Images裡面 就完成什麼 我們載入圖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你要在你的那個 Image的圓件裡面 載入任何圖都非常簡單 所以甚至你可以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什麼VBA版的相簿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以後你要分享照片 你也可以在這裡面做 只要多一個上一張下一張 或者下拉清單也可以 你可以想想一定可以的 沒有問題 而且非常簡單 當它按下一張 那你就把那個編號加一就好了 它就下一張下一張下一張 那你那個編號看怎麼運 如果到最後一張沒有 你就讓它一個cycle 又回到第一張 show那個圖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其他的載入 一二分別 載入 載入完之後 就跳出了 那這樣的話就顯示出來 ok 那當然你這樣按開講 它又重新再一次 就會自動幫你去載這些圖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嘛 應該在那個程式 雲端上面應該也有 所以各位可以 主要是這個 上面這個是有重複的 下面這個 記得從這邊 click下方這邊 一直到這裡 你可以把它Ctrl-C Ctrl-V 應該就ok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主要這個範例呢 主要除了可以學習 這個 如何亂數產生一個數字的範圍之外 另外就是說呢 你如果說要在表單元件裡面 去幫你載入任何一張圖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變動的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圖放在指定的幕幕裡面 一般如果放在同一個VBA裡面 那你就 就是再把它那個 放在那個裡面 那就再把那張圖給載進來 就完成 我們要顯示圖檔的這個目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以往 一般會開發 像這樣的一個系統 都會在那個像 比如說Visual Studio 或者Java 等等的環境裡面 不過 我覺得那樣的環境 對各位來說 其實還挺麻煩的 就像我現在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甚至 我就已經很少在裝 以前都會裝那個Visual Studio 來開發 現在有的時候 光裝我都不太想 我乾脆用VBA來開發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很多工人 這個範例也是從Visual Studio 在那個範例轉移過來的 後來發現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ROM的反而更簡單 那以前還要把環境給弄起來 光安裝就花安裝一大堆時間了 那個VBA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說 直接Excel引力打開 就會有這個環境了 這個方便度跟其他的環境比起來 差太多了 而且其他環境 對於硬體的要求也很高 恐怕你的RAM 至少要個4G、8G 才會ROM的比較順 我發現這個東西 Excel 你只要Excel打得開 都可以做開發沒問題 其他的話 費用上面當然很省 因為Visual Studio 那個部分其實是 還是不太便宜的一個開發環境 對於這個部分會成功 對於這個部分會成功 對於這個部分會成功